朋友们好,今天是2023年29号星期天 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这是个长周末 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些技术分享的专辑 今天关键提示,教你认识多空线指标 好做趋势交易 所以今天基本上我们是做一个你要做趋势交易或者是波澜交易 这个指标还是比较有用的 我们看一下多空线,什么是多空线 那么多空线是一个统计性的指标 它是将主动买,主动卖的成交按时间区间分别统一而形成的一个曲线 多空线有两条线,以交叉方式提示买入卖出 我们看一下第一点,把握其用法 那么多空线的指标只有两根线 即DKX线和D线 这个地方这个D线不同的看板远见 这个名称可能有点不一样 那么多空线指标和均线一样 适合于用在K线上面 那么参数默认即可 白色的DKX线为快线 这个就是默认的,一般都是用这个颜色 那么黄色的K线为曼线 和所有的趋势型或者是正当型指标指一样 那么其最基本的用法是金叉和史叉 那么也就是说当快线 当DKX穿这个白颜色的线 上穿曼线为金叉即买入信号 那么快线下穿曼线 那么为史叉即买出信号 那么第二点 多空线趋势交易的优缺点 由于趋势型指标 其反映的是趋势 属于右侧 右侧型的交易指标 那么我实际上在前几个礼拜 尤其是边专门讲过这个 左侧交易跟右侧交易 大家有些人可以去回忆看 所以这个指标属于右侧型交易的指标 那么当会在金叉 史叉成型之后 才有参与的条件 这会让你在交易过程中 没有办法买在最低点和最高点 但在没有形成相反的金叉和史叉之前 可一致持商 有利于持商性和利于放大化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你仅仅用这个指标来做交易的话 如果你把你整个这个利润 当成一条鱼的话 也就是你鱼头跟鱼尾 你是吃不到了 只是吃这个鱼身 这个要给大家说明的 但是我们以前也说过 所有的这些技术指标 有的时候要 你想买到最低点 但是有其他的一些方式 可以买到相对的低点 我以前在视频中也讲过 你比如说上场一线 下场一线 或者是阴包阳 或者是类似那种阳包阴 这种都可以买在相对的低点 或者卖在相对的高点 所以这个指标 我们今天只是孤立的讲这个指标 但是大家一定要联合应用 我们看最后使用这个指标要注意的要点 那么多空线指标 不受短期波动的影响 那么应用 该指标需要从中长期趋势理解 在短线不能追求 也就是说做短线交易 或者平凡交易的人 那么你用这个指标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 那么否则的话 你就会出现不断的停省 不断的卖出 就是说实际上最后是赚不到钱的 好了 我们今天在远见的先举几个例子 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这个我们首先看一下特斯纳 我这里时候把这个多空线给大家打开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大家看一下左上角 dkx 这个白颜色是快线 那么这个黄颜色的 这里面叫madkx 是一个脉线 那么同时我把这个 这个mcd跟kdg指标也打开了 主要是给大家比较一下 这三个指标之间你如果找买点的话 实际上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现在特斯纳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非常明显 这个特斯纳目前实际上还是一个 是一个向上的 是一个多头就是说 也就是这个白颜色的线 已经上穿 在这个地方 上穿这个黄颜色的线 这个地方就是有买点 也就是在 今年的1月20号星期五的时候 就是有买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较这几个买点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用这个的买点 那么如果说你用mcd这个指标 或者是mcd这个实际 大显示警察在这个地方 所以很明显比这个要早 那么如果说你用kdg指标 大显示警察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kdg指标是最灵敏的 那是最先出现买点 然后是mcd 这个是相对说比较滞后的 但如果说你用今天说的这个指标 快线跟慢线 或者是说 所谓的这个多空线吧 那么这个更滞后 所以我们说这个均衡线是比较滞后的 你要是找这个买点的话 那么相对 但是它也是 最可靠的 成功率最高的 所以这个股票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有所 有所取使 就是说 你要提高这个成功率的话 那么你可能就买在相对的高点 如果说你要冒险 你比如说kdg 你要先买的话 可能成功率就没那么高 但是这里头就是说 也可以用一些 其他的一些指标 你比如说你想买在相对的这个低点 像这个地方这个阳榜 跟这个吞噬线之间 这个阳榜完全吞噬到前面的这两根k棒 实际上只有另外的方法 让你买在相对的这个低点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讲 那么总的来看 这个特色呢 目前还是一个多头 所以如果你买在这些点位 你目前实际上还可以继续持股 这就是说 你这种方法 你不可能 不太可能买到这个最低点 最后你卖的时候 也不太可能买到这个最高点 目前还没有出现卖点 大家注意 也就这两天还没有形成一个净差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 这一个是一个妖股 实际上是跟人工智能 前一段时间涨幅非常大 那个AIN工智能相关的 大家看一下这一只股票 你要从这个MACD来看 KDG来看 大实际上是个死差 目前并没有出现这个买点 这个MACD也是出现了一个死差 这是从这两个指标 当然你从这个多空线来看 但目前正好 我们说这个多空线 它跌破了 并不一定要出 实际上这两个线 实际上是变成一个支撑线 目前 所以当你把我说盘的时候 正好来了这个漫线的附近 这个地方就出现可能的买点 如果你看好这只股票 你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可以进场 我实际上你把我做那个 Discord的webbing群里都说过 我这一天逢低是有进场的 依据就是这个 你可以把你的支撑点 就在这个最低点 就是你把我收盘的这个最低点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最低点 我们看一下大概在3块7块5左右 这是个基本的选择 就是说 所以这种实际上完全是 我你把我进去完全是根据这个 这个多空线 而且目前这个AI人工智能 目前还是比较热门 所以我猜想 我是赌到这个 这个迈线会有一个支撑 那么继续往上走 这是个基本的一个逻辑 就是说 我们看MD MD目前你从这个 这个MACD来看 它也形成了一个始差往下 而且这个注射的动能 大家看已经第二天来到了临组之下 这个K的线目前也没有出现买点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多空线 那么从多空线的角度来说 但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始差 但是已经非常明显 但礼拜四这一根 这根K棒 这个1棒 就已经跌破了这个快线 那么礼拜五这根1棒 跌破了这个慢线 所以这个形成这个始差的趋势 非常非常明显 但是实际上这个卖点还没有出现 你要出现卖点 实际上应该在这个地方 类似于这个地方形成这个始差的时候 你才出场 所以大家可以从最近这些股票看 它目前都是一个波段 一个波段的 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上 向上或者向下的一个趋势 我们再看一下Google 那么Google就很明显了 它这个地方始差已经形成了 也就按照这个指标 如果你买在这些位置 那么实际上再 我看一下 在这一段时间 你逢低找一个卖点 都是应该走的 你可以从这个MACD 但已经很早 在2月9号就形成一个始差了 而且这个住址的动能 目前实际上在临组之下 目前这个KDG指标 比较乱 它三条线是平行的 就是说 也没有出现买点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Amazon 那么这个Amazon就比那个Google 刚才看的Google要强一点 它这个也形成了一个始差 这个始差不是很明显 所以你如果仅仅用这个指标的话 实际上在这一天 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2月16号星期四 就应该是卖出你的股票 但是你要从MACD来看 它很早就出现了始差 在2月7号的时候 KDG目前来看 也没有买点 也没有卖点 就是说买点也没有 我们再看两只中概股的股票 一个是小鹏汽车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有点不一样 这个就是很明显 是个震荡的 它一会儿始差 一会儿金差 所以我就画了一个矩形成的区 目前这个小鹏 其实实际上是在震荡 在这个区间内面就是说 所以你在用另外的据据判断 你比如说这一只股票 它这个趋势线非常非常的明显 但目前实际上没有破 这个趋势线没有破位 所以我这只股票 实际上在最近是有进场的 那么就是说 我主要是看了它来了 这个它就可以看 它每一次来了 这个底下这个矩形成的 去附近 它都有一波反弹 所以我个人的操作 我实际上已经在这个地方 做过一段 就是说做好几段 那么这也是同样的 我就是说来这个地方 我预期大应该会来了 这附近 然后到时候如果过不了 也是应该清仓的 而且你可以把那止损点 就在这个趋势线的附近 或者是如果说你成熟能力强的话 你就可以实在这个 这个矩形整理区最底下 这个矩大区面给大家讲一下 你用这个指标的时候 很明显这个小空气车 它目前是个震荡的 你得按另外的卷载来做 也就是这个矩形整理区 目前来看 它目前这些均线 包括这个多空线 都是缠绕在一块的 我们再看一下 未来一期再跟那个小空气车 也是非常非常类似 大家看一下 但目前也在这个矩形整理区 而且这个趋势线也没有破 所以基本上差不多是一样的 目前这些中概股新能源 其实走势都非常类似 我们最后再看一个 标普500SPY这个指数 那么这个指数 你如果从MCD来看 那已经形成史差了 在礼拜三的时候 而且它这个柱子的动力 已经来到临组之下 而且这个KDG指标 已经形成史差 所以你从这两个指标来看 都是卖出信号 但是你用这个多空线来看 但目前实际上礼拜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礼拜四跌破了这个快线 这个白颜色的线 那么这个礼拜 礼拜五实际上跌破了这个慢线 正好在这个附近 但是你要仅仅根据这个指标来看 目前它并没有形成一个史差 就像这个地方一样 你按照这个指标 应该在这个地方买 所以这个还没有出现 如果下个礼拜 礼拜二礼拜三开始 继续往下跌 到这个史差就形成了 如果你根据这个指标来做 那么应该是卖出了 所以你从最近的走势来看 就是非常的清楚 比较收回这波单 它都是来一单以后 然后形成史差 然后又下降 然后又形成史差 所以说你每一次 形成这个金差的时候 你进场 那么形成史差的时候 你卖 你仅仅 你并没有买 你比如这一段 你并没有买在最低点 你仅仅是买在这个地方 那么卖的时候也是 你并没有卖在这个最高点 你可能仅仅是卖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 你这个鱼头跟鱼尾 世界上都没有吃到 只吃了这个鱼身这一部分 这就是你说这个波单的 一个基本的操作 这个多空线 这个还是比较好用的 比较适合那种 就是说没有时间盯盘的 你只是想做一波波单的 还比较适合 这都还有一点强调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不管这个白颜色的 还是这个底下的这个脉线 当来了这个位置回调的时候 因为它中间不可能一直往上涨 它中间有回调的 它回调的这两个线的附近 如果不破的话 都是一个加长点 或者是进长点 好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 祝大家周末愉快